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郎哥, 你今天喝了咖啡没有? 喝了, 你精神爽利 我也喝了, 不过没有精神爽利 因为今天只喝了冠状的咖啡 我喜欢喝手冲的咖啡 手冲咖啡对, 我们有个专家在这里 没错, 如果你想学手冲咖啡 而且免费学, 学得很专业的话 今天来来介绍就对你了 马上跟你介绍这个活动 今天我们请到保良局曹金文判人 旗飞中心的社工彭希和Cathy 和我们一起 大家好 旗飞中心 当然旗人很多 是 骨骼真奇 长姐的旗 所以旗飞中心他们做咖啡 是和长姐一起做的 这个理念是怎样的呢? 是, 其实我们中心都是向往 那个老有所为计划 2022年至到23年年度 那个主题 那年的主题就特别一点 它就是主张老有所为 乐活人生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主张 想着掌有老有所为 但是这次就特别一点 就希望不单止是老人家有所作为 希望都可以联合到年轻人 一起有发展它的价值 潜能学习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构思过程中 都在想 究竟有什么的项目 是可以涉及到年轻人 和长者的兴趣的 因为我们现代人 其实都很流行咖啡文化 我们年轻人都会希望 可能在假期期间去咖啡 那里享受咖啡, 吃蛋糕 和朋友聊聊天 有一个很开心的下午 很像你 你这个年轻人真的要去咖啡 但是我是特别的奇人 我们的旗那辈子 很多人喜欢喝茶 是 怎样可以劝福他们喜欢喝咖啡 是, 因为其实我们都反思 问我们中心的会员、长者 发现其实他们不少长者 除了喝茶, 我都会喜欢自己喝咖啡 不过要求就没那么高 可能就是普通即冲的咖啡 我看到他们也有个共同的兴趣 不如又可以设立我们的潮流 就去压缩举办一个咖啡馆活动 就是令我们这些奇人 是 变了潮流点 没错, 潮流变了 但是主角就有了 有哥哥姐姐 然后有年轻人 主题也有咖啡 有些道具还没齐 是, 咖啡机和技巧也没齐 不懂冲, 不懂用 是, 因为我们都会聘请咖啡师 去为了培训他们 能够做到这个营业日 我们都会准备了一连串的 培训课堂给我们的老友基 和我们的年轻人义工一起去做培训 装备他们去迎接这个营业日的挑战 营业日, 真是义真的 真是义真的 做生意 你知不知道去做咖啡是很贵的学费 是啊 但是如果有整区中心, 他们帮忙 就真的便宜很多 是啊, 没错 我们其实每位都是收10元 奖职式的收费 真的这个咖啡货产是10元? 是啊 哥哥姐姐和年轻人都是10元 是啊, 没错 这个很吸引, 但是有压力的 你学完之后, 你立刻就上场 要去营运这间咖啡館的咖啡 没错 他们是做多少日生意的? 主要是三天 每次都是一个下午的时间 搞不搞得行? 搞得行 赚到钱了吗? 我们不赚钱的 其实我们的咖啡館 都是被社区人士随意去进出 和领取花茶或者咖啡 和小吃的 其实怎样可以给到这些小吃呢? 主要是希望他们写下一个心意卡 写下了之后 就可以领取一份的食物和饮品了 我们有所有的年轻人 也有哥哥姐姐 主要的角色齐备, 客人也有 在营运这个咖啡館里面 整个过程你看到哥哥姐姐和年轻人 他们是一起学的 歌词里面有没有有时 有些节奏不同步 有些争吵 其实节奏不同步是有的 因为其实有长者义工 其实也有跟我交流 他就一开始参加这个计划之前 都很担心 因为觉得年轻人 应该跟他有代溝 畢竟年龄相差那么远 都担心沟通不来 甚至会觉得 其实他们不串 我们这帮朋友见义工 已经是很好的了 这样 有的, 有的 所以都很害怕 但是因为经历过一系列的培训 一起上课 甚至去到营业日之前 他们要一起设计菜单 分工合作 去商讨整个流程 就发现原来 其实他们不但学习很快 还很愿意去教掌者 而掌者去指点年轻人的时候 他们也是很有礼貌 很肯听教 所以反而是做到一个保位的位置 就是掌友共融 对, 像我们这样 对 现在当出来搵食 我通常会就着年轻人 但是我也会学习快点、爽手点 我会很尊敬哥哥、姐姐 因为在你们的理念里面 去提升长者的生活品质的方法 有几个很耍家的形式 可以令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是, 没错 例如叫他们出来工作 好似乎说是 是… 继续工作会令他们可以… 很多人会想 你还要我工作 我做了几十年了 还说是提升我的生活品质 其实提升生活品质 主要有三项 其实持续工作 未必是一个可以维持他们素质的东西 因为我们会讲求需求层次理论 可能工作其实都是一个去追求自我 可能是顶层一点的位置 反而是另外两个选项 可能是有关一个安全的环境 或者是一个健康的生活 这个才是我们的需求层次理论 最底层最需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要长者生活品质好 真的不像我那样 我们经常说 狼哥,你多做一些工作 反而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 对 给他们一个舒适的环境 令他们身体健康 我会跟你多维练 幸好你用时间 不是,狼哥,你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 在电话旁边我们有梁女士 早晨,博士 早晨,还有狼哥 梁女士 好了,你的问题是这样的 以下哪一项 不是提升长者的生活品质的好方法 A是持续工作 B是保持身体健康 C是拥有安全的生活环境 你说不是 没错 C C 拥有安全的生活环境 不是提升长者的 Sorry,我说错了 A A 没错 你现在还需要工作 梁女士 是 你需要上班 我不用 那你有优质生活了 不用持续工作了 疼着自己 超市现金来源 都是你疼着自己的好方法 今次Kathy他们的团队 就透过这个咖啡馆的营业日 去达到掌有共用 当中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稍后回来继续跟他们聊天 我们介绍有Kathy和我们一起的 这次这个咖啡馆的营业日 令到一群哥哥姐姐和年轻人聚在一起 除了当中一起去学做咖啡 拉花之外 整个课程象征息收10元那个 还有什么是很特别的特色在里面 我们除了学咖啡拉花 学怎样去泡制花茶之外 其实我们都有一连串的小食课堂 主要都是分别是制作松饼和曲奇 这两个的烹饪堂就会由长者教年轻人去做 是的 然后剩下一个甜品 就是那个焦糖布甸 就会由年轻人学完之后教长者去做 最后大家学习这三个甜品的做法 之后就会在营业日那里 事前去制作做好 然后就派放给街坊 现在互相学习真的挺好 还有刚刚那两样东西就配合 你喝咖啡真的要少少的甜品 比如Cookies 有些人有翠玛花 做好大家一起享用就最好 你说的特色在你的馆里面的特色 除了有好的咖啡 有好好的小食之外 还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周围环境布置是怎样的 是的 我们这个咖啡馆 有一个特色的 就是我们以旅行为我们的咖啡馆主题 因为正值整个活动计划的期间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很多香港人都不能够出去旅行 除了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咖啡馆 给社区人士有一个喘息的空间之外 我也很想给他们有一个旅行的体验 去重拾旅行的滋味 我们总共有一次的事业日 两次的正式营业日 三次的营业日 我们都分别有不同的国家为主题 分别都涵盖三大洲 有日本、荷兰和埃及 我们的场景的布置上 为了可以有一些旅行的感觉 度假的感觉 我们都整了一个国家的展览版 上面就会说了当时的国家的一些文化 风土人情 还有也有特色的工作坊 让他们除了去再加深认识一下这个国家 这样的 比如我们有一次的营业日 就是以埃及去做主题 哇 有些私生人面像 对 就是 我们的展览版有介绍私生人面像 如何理解 为什么埃及的人 会建立金字塔 做木乃伊 还有我们当时的特色手工工作坊 就是用了UV滴胶 去做一个有少少埃及特色 vintage的一个UV锁匙扣 就是希望他们都可以 除了体验到当时认识了这个国家之外 都可以带些东西回家去留念 哇 这个是又学到东西 又吃又吃的一个活动 完全达到了老有所为的这个目标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接听何女士的电话 何女士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好 问题是 以下哪一个是老有所为活动计划的目标 A是持续学习服务社群 B是建立和巩固伦理互助支援网络 C是以上街市 就是刚才两个都是 C C 对 没错 恭喜你 刚才听了这么多 我们知道有长者 也会有年轻人 长者就知道 狼哥喜欢喝咖啡 喜欢玩 喜欢试新东西就合乎资格 年轻人其实我也想去 对不对 我刚刚资格 对 面有难色 对 因为其实我们主要 十四至二十四岁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还没到十四岁 真的 一两年就可以去 需要什么手续 只需要 因为我们是和青衣区的青少年发展中心 一起合作的 你是他们的会员 你说想参与就可以了 是的 也挺方便 没错 在你接触的年轻人里面 他们最初去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 对于哥哥姐姐的相处 或者对于他们的印象 会不会有些却步 或者有些误解 其实他们都没有表现出来的 虽然我不知道是心底里 是的 他们通常都是比较缅甸 对 对 害羞慢一点 但是互相学习拉花的时候 我看到其实年轻人都很愿意去帮忙 因为我们有些长者 其实因为年纪大了 手可能会有些震 是的 未必拉花的时候很讲求那个的稳正性 是的 他们都会主动看到他 可能拿杯没那么稳 其实他都会主动协助扶稳 是的 很温馨 是的 所以我反而又觉得 其实隔膜又不是那么多 而且也没有什么负面印象的对长者 是的 我是不会震的 是的 你不给个机会 我现在接听电话 你不给个机会 我捉住你的手 给你拉花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 不用捉住手 去接听东哥的电话 是 你好,东哥 是 你好 你的题目是 以下哪一样是提倡老有所为的好处 A是让长者保持活力 B是促进长有互动 C,刚才两个也是 刚才两个也是 对 没错,刚才两个也是 这个很好吃 说了这么久 一直听到有咖啡 我们听到有曲奇 有蛋糕 有拉法 说是没用的 马上给大家一些照片 看一看 这些就是他们的制成品 对吗? 是,没错 不简单 这么抽两个字都出现 要学多久才可以做到 其实他们第一、二堂 已经学习这个款 当然有导师的教导下 才可以这么英俊 很快可以学习 很厉害 而冲咖啡 其实一定不是很简单 是 用咖啡开粉 是用咖啡机 是用咖啡机 而且要自己磨豆 要自己磨豆 对,没错 经常经常 看到一群哥哥姐姐很开心 对,没错 长者拿着一杯咖啡 和一张小纸 对,好像机票那样 对,那个机票就是我们的入场券 入场券 对,其实是我们年轻人 和老友的义工一起去设计 都是符合我们旅行主题 因为都希望以机票的方式 就好像置身于外地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设计 我回到去就可以跟家人说 我今天去了埃及喝咖啡 是,接下来的这张照片 我觉得是超级专业 很專業 你看到它 直接很想可以在那些 连锁大咖啡店 叫阿玛丽卡道 是这样的 是有专业的咖啡烘培师去教的 是,没错 他们学了多少款咖啡呢? 他们主要就是学 首先就是2D的咖啡拉花 之后也学了深型和业型的咖啡拉花图案 深型就是这个 是,没错 而旁边这个就是个松柄 是,没错 松柄 非常之精彩 好,这个咖啡体验的 试业日和营运,再有学习 有没有后续的? 有的,有的 其实因为我们很难得可以 训练到一班义工 是能够做到这么多技能 包括是冲花茶 做小饰和咖啡拉花 为了不要浪费他们这些技能 我们中芯内部一些大型活动 我们都会邀请他们回来帮忙 就好像之前我们中芯33岁生日 还有我们今年年头 有一个新年的活动 就叫做新春小食摊 都邀请了这班义工 回来我们中芯 去在我们中芯里面 去摆一个咖啡的摊馆 这样去冲咖啡给我们一些中芯会员 也是免费派发的 希望他们可以发挥所长 还有可以服务我们区内的掌地 今天非常感谢Kathy 跟我们说了咖啡无限期 一杯咖啡就可以做到老有所为 今天感谢你 谢谢 袁婆婆… 早晨 我们看到你今早六点到九点那段时间 但没动过, 上来看看你怎么样 没事, 太多睡了 还有我们看到你昨晚突然心跳加快 真的没事? 敏敏… 我昨晚到现在面红心跳 我会不会有 不用担心, 我现在帮你做个检测 我们会关注你身体健康状况 和外出陪诊 你有需求的话, 可以随时跟我们说 我们都会上门服务 我吗?我很大需求 我对健康方面很着重, 很高要求 我很喜欢见医生 我们这里平时每个星期 有两次医生坐诊 恭喜你 什么事? 什么事都没有, 很正常 有没有这么高兴啊, 袁婆婆? 我可以烧脂, 这部水瓶律动仪 他们声称 躺在这里就可以烧脂和降血压 我在这里躺一躺, 震一震 起床吓你, 瘦了整个马 我完全感受到脂肪在这里震动 我也震够了, 是时候要先走 因为如果你买一层楼 是没有这些公寓服务的 它不会有人看你 这里就是24小时 会通过很多监察的东西 会知道你的情况 而且它有很多紧急按针 就是一间屋有五个 就是你随时需要你拔个绳 或者按个按针 他们那边有个24小时的控制中心 有独立的空间 就是你自己可以自己独立生活 他们的管家服务都很好 我正式进入住 就有个管家群 里面就很多人 我有什么需要问 都立刻有人回答你 我试过很晚, 十一、二点 又试过早上五、六点 五、六点就没有人回答 他到七点左右就有人回答 我觉得很亲切 而且真的有人会知道你在做什么 所以我走就会告诉他们 我走了, 我回港了 我回来就会告诉他们 我什么时候等到, 几点到 例如今天我很赶的 应该赶不及在外面吃饭 我告诉他们 他们就准备了这里的套餐 袁婆婆, 你好 我来送餐 今晚晚餐有 鲁鱼、蒸水蛋 鸡肉、土豆丝、西兰花 请慢用 开餐了 先试一下 是好喝的 你看我吐了几口就知道 吐了几口都不肯说话 你就会知道味道很浓 里面有瘦肉 还有菇 先试一下蒸蛋 表面有少少老的 老实就 里面都滑的 肉饼就很滑 但肉饼很滑 试试这个是 松草花蒸鸡的 嗯, 这个松草花蒸鸡很好吃 好, 先试一下菜 基本的味道 正常西兰花 和薯仔的味道 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餐盒 这里有个位置是插电的 其实它一路送上来之前 它一路会充电 令到它保持着热 送到我桌面的时候 仍然是很温暖的 当然如果你想的话 插着电来吃 那就一路保持着热 在这里住 我觉得最舒服的是什么呢 就是被我发现了 我是不用整理房子的 原来这里定时 会有管家来帮你清洁 待会我弄到乱了 吃到很乱也好 放在这里 就会有人来帮我搞定 我最喜欢这一样 当然不用说 就是你叫一声 就有管家来送餐给你 对于又不喜欢煮饭 又不喜欢收拾屋的我 其实都挺爽的 另一个我觉得 舒服的地方 就是有安全感 例如你任何时候 你想找人 他们都会有人让你找到的 细致到可能不懂得去这些地方 问一些问题 甚至陪你玩 都有人在这里 可以跟你去做这些东西 总是有人陪着你的感觉 就算要高度的护理 我应该都不会考虑安律远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仍然很重视我自己 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 因为这里的租金很便宜 所以我觉得一般香港人 只要不是经济条件太差 我觉得仍然可以负担得到 是比较适合一些 喜欢自己的生活 又不需要太和家人 或者香港的亲朋之后 很粘连那种 就适合住这里 我入住了其实是几个星期 所以很多东西还要添置 但是因为周围什么都有 所以我会慢慢选 选到我最喜欢的 看我表演吧 去哪儿? 雨后看 超超ших 极数十五秒 來到極速15秒這一個環節 跟你先看看玩法 玩法就是我手上已經有兩個信封 博通的參加者 請在我手上的信封裡面二選一 然後在15秒內說出一套問題 相關的詞語 說得最多的那個就為之贏了 有一件事你還要記住的 就是我們的電話號碼 1872-312 有一段影片的時間等你打電話來 電話響 鈴鈴鈴 王杰 分離從來不易 這個你我早已知 劉瓦賴 夜難人靜處 響起了一決又有的石石風 大家好, 我是香港暖流團隊的黃好亭 平時你們打來172-312的時候 就是由我去聽你們的電話 剛才我扮演了兩個歌手 是不是一點都不像呢? 不要緊, 只要你打得通 172-312 我們的主持人會幫你播放 原裝正版的歌曲 記得留意 香港電台第五台 同星期一至五 早上十點鐘的香港亂流 等你們打給我 在電話旁邊我們有李女士 是, 早晨, 白癡, 美女 早晨, 你的女士 好, 你選A信封還是B信封? B B信封是嗎? 是 好的 好, 請你聽清楚這題目 請你在十五秒內 說得出最多的奇類遊戲 起, 準備, 三、二、一, 開始 象棋、康樂棋、文棋 秀棋、文棋、鳥秀棋 夠了 好, 接下來我們有陳太 早晨, 你們好 早晨, 陳太 好,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很冷靜的聲音 聽清楚這題目 請你在十五秒內 說得出最多的舞蹈種類 準備, 三、二、一, 開始 什麼?舞蹈的種類? 是 這些我都不懂 跳舞, 舞蹈種類 跳舞是… 不懂這些東西 好 好, 時間到, 究竟誰贏呢? 富之欲出了 稍後回來, 告訴你 不要聽… 誰打來的?為什麼不聽? 醫院打電話來叫我覆診 叫你去覆診, 還更加要聽 不聽, 去了很多個月了, 都沒有好過 治療的事不是一次半次就能復活 一定要聽醫生說的 總之就不聽了, 不去你 不去… 不去, 不去 不去, 不去 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实行均衡饮食 恒常运动 保持社交和多做有益身心活动 来促进正面情绪 另外多做松弛的练习来减压 进从医生的指示 复药和定期复诊 都有助增强长者对病患的掌控感 改善他们的积极性 如果长者有试试实行上述的做法 我们就可以多点赞赏他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关爱 以后他们实行的动力就会大一点了 鼓励他们寻求协助 即使有病,不要孤立自己 向护助小组或者医护人员学习 处理病患的知识和技巧 如果长者出现持续性的情绪困扰 亲友可以告诉医生听 米露这幅作品是有一个典故 历史上有一位风水先生 孤普为温州建成时 当时就看见一只梅花鹿 绕着城圈跑了一圈 因此温州市区被称为路程 这幅作品秀制的是一头 按手而立的梅花鹿的形象 整幅作品以乱增法为主 背景色用了大量的弹红 鹿角、鹿影、鹿线 与路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是你的暖流 常在眼角中笑月中心透 回到香港暖流的节目时间 继续有拔师 你还有狼 刚才极速15秒胜出的 就是李女士 你好 恭喜你 这么多种语言 你有没有想过想学哪一种外语 外语… 哪一种现在出现的外语 真是很厉害 是什么 是, 就是手语 没错, 其实不同的语言 可以打破不同文化的界限之余 其实手语这件事 更加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 沟通的障碍 手语的应用非常广泛 甚至在宗教上 今天就会和你介绍 今天我们请到 香港龙人基督教会主任牧师 香港手语 圣经翻译协会会长 二毛邝智洪牧师 早安… 早安… 刚才我们邀请了谭小姐 跟我们做一些手语翻译 没错 假如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 可以看到手语的话 就可以欣赏手语 是的, 而谭小姐 他一直都会代为翻译回答的 他就是谭子欣 就是Yanny 就是来自香港中环基督教青年会 联青龙人中心的手语翻译员 今天为什么我们请郭牧师上来呢 就是要请他介绍一下 这一间很重要的手语圣经翻译协会 因为他是会长 牧师,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协会呢 好啊…大家好 好啊, 早安, 很感谢你们邀请我 我的教会呢, 我是主任牧师 也是在香港手语圣经翻译协会 做会长的, 就是义务的 也很感谢香港电台 他邀请我来到这里 刚才我们先说 今天对于香港流来说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推动共融 我们第一次请到有现场的手语翻译员 打破所有身体障碍 去大家做一个共融的沟通 在未有手语圣经之前 有时我们可以联想到 聋人去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 应该会有些困难 是呀, 所以协会是在做什么工作 都可以帮助他们 好, 入席 感谢神, 希望手语圣经翻译协会的工作 我们先说回香港的 聋人基督教会 其实已经有35年 在2019年之前 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 当时其实很多聋人 都不太明白信仰 还有在传福音上 其实都有困难的 但我很感谢神 有香港手语圣经翻译协会 慢慢的发展 为什么刚才会说很困难呢 就是其实手语 很多权利都被剥削的 例如有不同的 创立不同的新的手语 或者一些手语翻译员的手语 其实我们有时聋人 看的时候未必可以明白 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的遗留 那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不同的牧者 都有去谈 去商讨这些事情 很感恩 就是有香港手语圣经翻译协会的创立 就是Albert在当中 就是神呼召他 让他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信心 去创立这个协会 当中其实之前 也有找我们牧师一起去谈的 包括我 还有不同的聋人的信徒 一起去谈 究竟如何去做手语圣经的翻译呢 其实就是想建立一个平台 让大家一起去研究 去到发展 慢慢都越来越看到神的工作 那手语圣经翻译开展之后 其实也鼓励很多不同的经历图 去到传福音 我想问一下康牧师 是不是早年的时候 外国有些参照的例子呢 他们开始做一些 将这个圣经翻译成为外国的手语 其实外国就比较进步 是 圣经真的要让人看得明白 那个传福音的工作才是顺利的 但是香港就真的没有这样的发展 之前其实我们要做这些 手语的工作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问题 成立了这个手语圣经翻译协会之后 其实也看到了 其实香港真的发展得很慢 很多时候大家就会想 圣经是一本书, 是子本来的 那其实印了出来放在这里 就算身体有障碍或龙人也好 看一本书就行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为圣经 去做一个手语的翻译呢 是 是 明白你的意思 是 其实很多龙人的学术水平 和文字能力都一样 如果没有手语 真的很难明白 所以我們協會的成立 就是需要由拍攝手語 以及自然的語言 讓聾人能夠看得明白 聾人看到的時候 例如譬如耶穌這個手語 有很多胡蘇, 是不是十字架 各方面的表達讓他們明白 而不是字可以這麼容易傳到福音 剛才提到在聖經裡面 其實有很多宗教中專用的術語 這個翻譯, 譬如我們示範一下 耶穌應該在手語裡面是怎樣做的 這個就是耶穌, 但是… 這個耶穌的意思就是釘十字架的時候 他就穿破了他的手的位置 但是有一些字, 相信會… 概念會比較難譯一些 譬如耶穌是一個人物 但是哪些字在你們做翻譯的時候 你覺得真的有些大挑戰 對, 很多的挑戰 例如呢 例如需要很多圖像的配合 需要很多的交道 有時候就算譯了一個手語字 也需要一些的交道和解釋 例如有哪些字? 對 因為譬如福音裡面有很多章節 對 對 譬如耶穌撒冷這個地方的字 如果我們做這個哭場 因為那個最有名的就是哭場 我們就會因應這個哭場的地方的名字 去取得那個動作和意思 所以看到這一項的翻譯工作 一點也不簡單 可以堅持了這麼久 當中有很多有心印 現在在電話旁邊 我們就有曾女士 喂 曾女士, 你好 你好 好… 好… 接下來你的問題是 2024年是香港首語聖經翻譯協會的多少周年呢? A是三周年 B是五年 C是七年 曾女士 怎樣? 聖經怎樣? 就是這樣 就是2024年是香港首語聖經翻譯協會的多少周年? 三周年? 五周年? 還是七周年? 三周年 以前是錯的, 是五周年 他們的工作就開展了五年那麼久了 五年那麼久, 即是裡面有首語聖經 我也知道你們在資料就說有首語的靈修 那這一類的, 是怎樣可以傳達你們的訊息? 之前我們就在2019年的時候 協會成立之後 那就… 當時因為有社運, 又有疫情的情況, 是不是? 其實很多龍人都人心惶惶的 又不敢出街, 又怕去哪裡都很擔心 那我們也開會了 剛剛好就有靈命日良的邀請 去到一起合作, 去做一些靈修的影片 去到我們的協會 去由農人去做一些手語 去讓農人可以看到靈修的影片 所以發現心靈都會得到恢復 以及靈命都可以成長 以及去榮耀神 稍後回來 我們會繼續跟曠牧師 一起了解一下 這個首語聖經的翻譯工作 千萬不要走開 謝謝 來介紹 我們繼續有邦志雄, 牧師 和首語翻譯員Yanny跟我們一起 是, 牧師特別提到馬可福音 馬可福音這次製作香港首語版本 拍攝完成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個首語版本 究竟開啟的時候, 為什麼要選馬可福音 以及整個拍攝的過程是怎樣的 之前我們的討告中選了馬可福音 其實很想配合讓大家認識耶穌的故事 當中比較簡潔地說到耶穌的生平 耶穌的故事讓農人都可以明白 也是想讓農人去到明白 那一開始的時候 也要請不同的農人信徒 一起談談怎樣的拍攝 也需要有牧師在當中協助 其實那個程度也很辛苦 當中拍攝時間很長 那個章節是一共有多少的? 我看到, 哇… 其實我們每次拍一次都真的要… 下一張都要拍很長的時間 有時候都會拍錯 有NG, 好 我們總共馬可福音就有16張 其實都拍了差不多一年半 16張拍了一年半… 很多心機在裡面 而且一定有很大的信念才能堅持下去 對, 最初的時候就在2022年拍攝 到2023年尾, 就拍攝完成了 總共你們好像拍了很多影片, 是嗎? 對,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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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度? 真的… 看不到 真的多到不知道 看我的表情也知道 接下來在電話旁邊我們有黃婆婆 是 黃婆婆, 你好 你好 先問問你 馬可福音香港手語版 全卷有多少張? 14張 16張 第3個答案是18張 16張 16張, 沒錯, 答對了 事不宜遲 接下來我們在電話旁邊有歐女士 是 是, 你好 歐女士, 好了 你的題目是馬可福音香港手語版本的製作 在今年的多少月就開始公開發佈呢? A是1月 B是2月 C是3月 歐女士 很近期嗎? 這一個是 有沒有提示? 有沒有提示? 在問鄺牧師 2024年 不要直接說答案了 如果你是開電視 可能就拿到提示了 2024年的, 近不近我們現在的? 看到了 是啊, 很近的 很近的 2024年 1月、2月還是3月? 歐女士, 她說很近的 很近的 是, 1月、2月還是3月? 3月 3月 對, 就是3月 很近的 最近的日子 沒錯 其實一直以來在香港的手語的形容 鄺牧師經歷了這麼多 會不會覺得越來越普遍 和融入到在大眾的生活中呢? 其實也是 其實也是 但是仍然有困難的問題 以前呢 最初香港的手語 其實是由上海而來的 就是1950年代 慢慢之後才建立一些農人學校 其實當時的手語真的會有不同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都是痔瘡 譬如有些地方 尊有名詞 其實真的會溝通一些障礙 我們就是很想 去鼓勵不同的龍人信徒領袖 去多些交流 以及讓手語的聖經可以翻譯得到 牧師, 我想問回最後 就是大禮的五周年 接下來有什麼發展 或者其他的福音 你們想翻譯的呢? 我們做了馬可福音 其實之後就想做以忽所書 然後就會有不同的書卷 加拉泰書、勞家福音 繼續去討告, 問神 希望繼續可以發展得更多 最後, 今天大家看完這個共用版的香港暖流 作為農人的宗教領袖的代表之一 我們平時跟農人相處 你覺得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多一點愛的呢? 對, 打算是 也想鼓勵大家 對, 打算是 對, 打算是 對, 打算是 Yannie現在正在做一個翻譯 對, 是 有时候可能都明白很多见听人 可能不懂手语 可能文字沟通或者用手机 我们有耐性去沟通就已经很好了 耐性最重要的 最后请牧师教大家 拜拜的手势应该是怎么做的 就是这个 就是很简单 你和我也会的 拜拜 让我们了解多些聋人的需要 甚至有兴趣的话 去学习手语 透过这种独特的语言 打破不同的障碍 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 拜拜 拜拜